因为课本书 书上不是用这种 就是用这种符号 它是跟这个面锤子 跟A平行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 线圈呢 它就会受一个talk 我们说这个m 或者就是mu 它是等于 NiA N就是扎数 单位就是扎数 它有多少扎 每一扎的电流是I的话呢 它的面积向量是A 面积向量要根据 I是这个方向 面积的正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那么它会产生一个talk talk好像你们书上啊 用这个符号 力矩 这是力矩 力矩呢 它就等于m cross b 或者是mu cross b 或者是 或 mu cross b 所以像这个样子的话 m mu在这边 比如说 这个是 线圈 线圈这个方向 m朝这个方向 b厂朝这里 m cross b 是往下的 talk往下这个物体怎么转 这个物体要怎么转 这样转 对不对 这样转 那我们就把这个 它的力矩啊 力矩就化成这个样子 talk 就是这个方向 talk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我们 在讲带有电流的线圈 所产生的磁场 我们已经介绍过 介绍过这个 我就不再 不再仔细讲了 那现在我们说 带有均匀的电流 就是说一个线圈 带有电流的线圈 在均匀磁场中 所受的力 这我们也讲过 它的合力是零 它只有什么 只有力矩 所以力矩会产生力矩 而且用力矩的力矩 是跟参考点没有关系 所以它这个力矩 跟参考点取在哪里 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说 我们就随便画一个好了 这里头有I 有N扎 然后电流是I 然后呢 我们说 假定这个是它的M 或者是μ 那么这个是磁场的花 磁场的花 那么我们说它的F 我们就拿一个 拿这个线圈来讲 它是I DL Crosby 这是带有电流的 带有电流的 导线在磁场中 所受的力 那现在它这个L 它这个L 好多圈呢 我们都是做这个 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I 因为I是常数 可以拿出来 B也是常数 因为它是均匀磁场 所以呢 就只有这个向量 在积分 那么这个向量积分呢 这个就是零啊 零啊 因为多个向量 最后呢 终点就是 开始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力就是零 好 那现在我们 这是均匀 均匀的磁场 那么 如果是不均匀的磁场呢 带有电流的线圈 在不均匀磁场中 它会受力 均匀磁场里面没有力 好 那么 在不均匀的磁场里面 会有力 你看 会受一个net force 会受一个net force 好 那么 我们 拿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 不均匀的磁场 那我们拿这个 螺线管来看 家庭这里有一个 螺线管 这个只是它的轮廓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 画出它每一扎的电流 这个电流 如果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是电流I 电流I 这是电流就对了 它就会在这个 螺线管的内部 产生磁场 那么这里也有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磁 力线画出来 我们只画这一头就好了 这样子的 假如 这个磁场 就不是均匀的 你看它不是平行线 不是均匀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一个线圈 带有电流的线圈 这个电流I I在这里 这就是带有电流的线圈 它在这个地方 线圈呢 现在它就会受力 就会受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磁场 看到没有 比如说我们拿 拿这个 两端来看 每个地方都 都有力了 不过我们拿这个地方 来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画在这里 画在这里 这个是 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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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边边的磁场 我们给它画一个 坐标好了 这个 这个是 就是说 这个圈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水平的 我们稍微斜一点看 这个是水平 这个呢 是这个 这个是 钳直线 钳直线 好 那么 它有电流 它这个地方 有电流 那我们 根据电流 带有 电流的线圈 所受的力 DF等于 IDL CrossB 那我们就在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取一个 DL DL IDL B厂呢 它现在是 这样子的 这里 B厂用 我把这个颜色 换一下 这个颜色 这本来很短的 为了大家看得见 我只好画这么大 这是切线方向 B厂呢 是 跟这个面 如果我们取在这里 它是跟这个 这个皮面 垂直的一个方向 出来 它是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出来的 OK B厂 在这里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DL 朝这边 那它的B厂呢 它是这样子过去 所以它的B厂 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大小一样 那么我们DL Cross B 注意啊 DL是这个方向 B厂呢 是差不多这个方向 所以DL Cross B 是往下 OK 它这个力啊 是往下的 有一个力 往下的一个力 那这个 这个就是 DF了 那这个呢 我这个画 画得不好 画得不好 这个DL 它应该是 画得不好 DF朝这里 就是说 一个圆圈 是这样子的画 它的B厂 朝这一边 不是 它现在 电流是朝这边 DL朝这边 B厂呢 它是朝 这个斜的方向 所以 这个一过去 Cross过去 是朝 朝这里 DF是 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就算 它的 合力啊 这要 要积分啊 这个积分啊 好 这个 它只是 那边只是 一个长度 激素 所受的力 那么 它整个的力呢 整个的力 F 它是等于 DF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 这个本来它是 等于 我们先写 这样子 I DL CrossB 电流是常数 我们可以把电流 提出来 DL CrossB 我们可以写成 DL 乘上B 再乘上 这个之间的 夹角的正弦函数 DL DL 它本来是 这个角的正弦函数 Sine Phi Sine Phi 那现在我们可以 把它 把它这个 看成是这个角 这个是Theta 这是90度 90度 OK 那么我们可以 把它写成 Cosine Theta Cosine Theta 好 那么 这是不均匀 这是不均匀 那么 我们把这个 积分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积分 现在的积分呢 因为边边上的磁场 大小都一样 虽然它每个位置不一样 但是边边上磁场是大小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积这个就好了 所以它可以变成 I B Cosine Theta G DL 就好了 所以这个等于 I B Cosine Theta 乘上2Pi 不用 用这个R 用R OK 那这个就是 就是R 这个 这个算是R 这个就是 它所受的利 它的利 这是利的大小 不是 这个 我们写 我们写这个 利 利的大小 利的大小 等于这个 利的大小 OK 我们已经把这个 这个方向 DL Crosby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DL Crosby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OK 好 它会有一个 它如果 全部合力 通通 这个力 用向量合的话 我们知道它 这个 Component 都抵消了 最后只有什么Component呢 这个Component 往下的一个力 往下的一个净力 我们 干脆 这个就 就写成这样好了 把它写成一个好了 负Z 负Z 等于负Z OK 全部 全部 这个 力量 全部把它 向量 全部加起来的话 水平的 分量 都消掉了 结果只有 这个分量存在 所以它会有一个 向下的 向下的一个 向下的净力 这是向下 Net Fo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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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 这个 那个是向量 这个 存量 向量 向量跟存量 不一样 知不知道 你好多个向量 这样加 和向量是零 长度 如果只有长度的DL积分 是不是零 不是零 不是零 好 现在 你看 它是这样子嘛 DL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DL这个方向 磁场是这个方向 所以 DL x B B是这个方向 是这样子的 所以跟这个面 垂直是这样子的 OK 这样子的 这个垂直是这样子的 OK 好 你现在把它全部 这个也是这样子的 通通通通通通一样的 那么你现在把它全部都 这个 DL 对 刚刚 这个是90度 你看 这个跟 B厂 这个是90度 这是90度 所以它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跟这个是90度 我这个画的不好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跟 这两个线那儿所形成的这个面 的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是这样子的 垂直方向 好 那么 这是 这是F 对 这个图画的不清楚 然后 我们说 它只有在这个方向上面 的一个 分量 这个方向上面有 分量存在 所以这个跟这个垂直 这个跟这个垂直 所以这个角就是 θ 就是cosθ 好 现在我们 再看一个 我们现在看一个 一个 磁矩 为M 为M 磁矩是M 但是 它是无限小 它的面积啊 非常非常小 无限小 线圈 在磁场 B 因为磁场不均匀啊 所受的力 为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等一等我们来证明 F要等于 gradient M Dot Dot B OK M Dot B 我们现在 要证明这个 证明这个 就是说 现在的磁场 也不是均匀 磁场是 位置的函数 那么这个 是一个无限小的 线圈 那现在我们 把这个线圈 画成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 假定 有一个 YZ 好 我们有一个坐标 坐标系出来了 这是远点 好 现在假定 有一个 很小很小的线圈 它是这样子的 很小的线圈 我用这个 这个颜色来画 OK 很小的线圈 很小的线圈 它的电流 是这样子的 I是这样子的 好 那它的边长 这边是 IPS 这边也是 IPS IPS 现在就是代表 一个 非常非常 小的量 非常非常 小的量 那现在 我们就只要 我们现在就看它 这个 各边 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线圈 所受的利 那么我们各边 都取DL 比如说 我们这里都取DL 每一边都取DL 那么 此线圈 因为这个很小很小 所以它的利是一个 一个 DF 好 电流I 是个常数 电流I是个常数 那么我们现在 先看这个 这边的利 OK 这边的利 它是IDL 那这边就有 DY了 DL就等于 DYJ 朝这边 Cross B 好 B是位置的函数 这个地方的B场是 它是跟这个 坐标有关系的 好 这个地方是 这边呢 这边是 Z是0 X也是0 Y呢 是0到 Y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0 Y 0 0Y0 Y是变数 Y就是在0跟Y之间 好 就是这一段 好 然后我们再加上 这一段 这一段 I 这一段的DL呢 是DZ 乘上K Cross B 这个的B场啊 它是在这个面啊 这个面X等于0了 X是0了 但是它的Y呢 Y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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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Z呢 是0到Y之间 是这个 这个 OK 然后再加上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那I 乘上 这个是等于负的 它是负的 因为它 DL是 是等于负的 负DZ 负D 负DY J 负DY J 这个要Cross 然后Cross B场 好 这个地方的B场 是什么呢 它是在这个面上面 X是0 X是0 然后Z是Y 那么Y是0到Y之间 然后再来这一段 然后再来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是负的 DZ K Cross B 好 这一段 X是0 Y是0 Z是在0跟Y之间 所以X是0 Y是0 这个Z 变成这样子的 OK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里头的东西 做一个运算 I 好 我们把这个 DZ 提出来 DZK 这个提出来 DZK方向 Cross 好 这里是B 0 Y Z 减掉 B B 0 0 0 Z 然后呢 再把DY 这个 提出来 好 那DY提出来的话 正的是 如果这里用负的话 那就是这个写在前 0 y y 减掉 b 场的 0 y 0 是成这样子 那我们再继续画下去 现在我们说 b 场的 0 y z 0 x 是 0 y 是 y z 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我们可以用这里的磁场 来做基本 比如说 那一点的磁场 它是 0 0 z 这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地方的磁场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看它 这个 变化率 那我们就 加上 磁场 在 y 方向的变化率 在 y 方向的变化率有多大 好 那么 它总共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是 总共的长度只有 y 对不对 我们 我们 就是说这个 变化率是多少 0 0 z 0 0 z 比这个地方的磁场 在 y 方向的变化率是多少 好 那么 乘上一个 y 乘上一个 y 乘上一个 y 好 那么 这个地方的磁场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 那可以看这个地方的磁场 0 y 0 好 这个时候它可以以这个 0 y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刚刚这个是什么 0 0 z 我讲错 0 0 0 z 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0 0 z 0 0 z 0 0 z 我看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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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就是这个 任何一个地方的磁场 0 0 z 是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磁场 它是以这个地方的 0 0 z 这个地方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的磁场 圆着 y 方向的变化率 乘上一个 y y 已经很小很小了 那我们就说 它比这个地方 比这个地方 就是说这个地方只有写微的一个差 写微的差 就是说变化率有这么大 现在我总共的长度是这样 是这么大 它的变化率就是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看 0 y y 0 y 看看这是 0 y 0 这个 0 y y 0 y 0 y z 是 y 0 y y 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磁场 ok 这里有 0 在这个地方 0 y y 它可以看成 0 y 0 0 y z 也是 0 就以这一点为参考 这一点为参考 那么就这一点的磁场 远作 z 方向的变化率 乘上 y 那这个地方是 0 y 0 一个是 0 0 z 0 0 z是这个地方 可以参考 0 y 0 y 0 就是这个地方做参考 那么我们把这个 带入上次 你差一点点 差多少 就好像说 我们远这个方向 我每前进一公里 温度增加一度 那我前进十公里 温度增加几度 比这个地方要增加几度 ok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 带入上次 我们就得 def 我们写到那边去好了 这个不够写 写到这边来 我先把它抄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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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不要写了 这边就是说,这边因为它是指的 0YZ,这个是00Z 00Z,00Z就是这个地方的 00Z,任何一个地方的 00Z,00Z X是0,Y是0,Z是任意的东西 它是等于00Z这个地方的磁场 加上一个,它的变化率乘上一个Y 因为这个整段是很小的 那么我就把这个 那个带进去,我赶快把它写出来 它是在0Y0这个地方做标准的 它是在0Y0这个地方做标准的 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 好,这两个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我先把它写出来 先把它写出来 你看这个 乘这一下 对,这个是括弧起来 这个要乘在这里,要乘在这里 我们先看这个括弧里头 这个跟这个一样 所以就消掉,只剩下一个 这个,这一下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 I,Y,提出来 我先把它写出来 D,Z,K,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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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这一下 然后呢 再减掉 D,Y,J,PART,B,OVER,PART,Z 变成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我们 就看这个 F是多少 F就等于这个积分 等于DF的积分 我们看第一项 第一项 它是K K Cross Cross 这个向量 它是 PART,B,PART,Y,乘上D,Z,积分 Z呢 是从0 Z到Y 然后再减掉 J Cross PART,B,OVER,PART,Z 乘D,Y 也是0 到Y Y 好,我们现在 把这个式子 可以写成 0到Y 好,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啊 知道 因为这个Y 是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在0到Y之间 0到Y之间 这个当中的这个变化率啊 其实我们可以当作是 并不显著了 就是说变化率 可以当作是一个常数了 不会说一下子变化的大 一下变化的小 不会这样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出来 这个提出来 这个DZ的积分就是 就变成Y 所以我们把Y也提出来的话 它就是 i乘上Y 乘上Y Square 那剩下呢 就是 K Cross Partial B Partial Y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Y很小 在0跟Y之间呢 这个变化率 变化率的变化并不大 就是说变化率可以视为常数 把变化率提出来 提出来 然后 DY的积分就是变成Y 就变成Y 就变成Epsilon 所以就是I平方Epsilon 剪掉一个J Cross Partial B over Partial Z 变成这样子的 好 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 我们现在看 它的 Magnetic Dipo Moment 或者Magnetic Moment Magnetic Moment 我们知道 这个Magnetic Moment 它是等于什么 I 电流 乘上这个 面积平方 电流是这样子的话 方向朝哪里 朝X方向 朝X X 我没有I 我们这里用I I的方向 好 那这个呢 其实 它只有 M只有 X分量 所以我们可以写它 就是MX 乘上I OK 乘上I 好 现在 这两个 这两项 我们可以把它 画成这样子的 这个是 我在这里 提到 好 F我们接过来 这个地方接过来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MX 好 第一下我们可以用这个行列式来代表 I J K 0 0 1 然后 Parsure B X Parsure Y Parsure BX Parsure BY 我这个画质太急了 写得太急了 写得太急了 OK 好 Parsure B Parsure Y Parsure BZ Parsure Y 第一项 第一项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因为它是Parsure B Vector Parsure Y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这个 这是向量 这是方向 第二个就是指 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只有K 只有E 这个向量 第三列就是指这个 那么 Parsure BX 这是它的X component Y component Z component 减掉 后面一个我们也可以用行列式来表示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J 这负号我们拿出来了 0 1 0 然后这是partia BX over partial Z Parsha BY over partial Z Parsha BZ Parsha Z 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两项我们可以用这个行列式来代表 现在我们把这个行列式都展开 展开 展开它就变成 J Parsha BX Parsha Y